王先生说在儿子去世之后 你说你要再生一个孩子 因为只剩女儿了 所以我一定要生一个或者是包养 因为你自己强调说 我有养儿防老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你自己把这个儿定义为就是儿子 但是其实女儿它也是儿 只是女性的儿 所以养儿防老 既包括儿子也包括女儿 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 女儿才是真正顾父母的 其实在你们这个家庭当中 万分庆幸的是 王女士认为你们儿子的死 不与他直接相关 原因是你儿子失事的那条船 不是他出钱买的那条船 假设说王女士自己认为 儿子的失事与他相关 王先生 他一定走不出来 这才是你们生者最大的灾难 我多么庆幸你今天还在 葛这会儿阵阵又词地指责他儿子的死 你应该负责任 而他还在理性地坚持客观地认知 否则的话你早失去他 你连指责的对象都没有 你连宣泄的对象都没有 对于意外事故这件事情 我多说一句我的观点 事故发生之前我们作为自身 应该实时提醒自己规避风险 作为亲人可以实时提醒对方 规避风险 但事情一旦发生 只要是天灾意外 没有人能负得这个责任 你只能怨老天爷 因为他是一个意外 怨谁都没用 儿子不信出了意外 难道儿子是你一个人的儿子 不是你老婆的儿子吗 老婆和你同样的痛苦啊 假如换个位置 老婆要指责你 把所有的原因归咎于你 你能接受吗 所以在你把所有的原因 都归咎于老婆的时候 你就要想一想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现在已经到了2020年了 你还在粗暴的干涉你女儿的婚姻 不太合适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年轻的时候 娶这个女人做你的妻子的时候 你的家庭状况是一个什么状况 那也不好 对呀 富有吗 我也是这个年代过来的人 都差不多 要按照现在的观点看 我们这个年代 都是穷光蛋 对吧 你也是穷光蛋娶了个老婆 你的女婿就不能穷光蛋娶你女儿吗 何况孩子的婚姻大事不是由我们来做决定的 由他们自己来做决定 所以你一直在粗暴的干涉你女儿的婚姻 你还不知道 干涉的结果是什么 你不幸福 你不快乐 女儿快乐吗 女儿自己的小家庭两口都是快乐的 但是女儿和你们两个人交往是不快乐 你和你的妻子不快乐 所以你是一个传染病的源头 你把你的不快乐传染给你所有家里人 你还不知不觉 你还理直气壮 所以说我们要检查我们自己 你把你的生活过成什么样的 你的未来就是什么样的 你看你说话脾气一大 你太太就赶紧就要跟你解释打打圆场 非常顾及你的面子 你说想给房子要让给女儿住 老婆没有意见 房子让给女儿住 你不开口 老婆说话没用 你在这个家里 你的地位很高 所以你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家庭 你要好好珍惜 怎么 怎么会 怎么会好呢 不会好 不能说 他们不知道 我想的事 观察员们建议王先生放下过去 珍惜当下 尤其要看到女儿和妻子的好 不料听了大家的话 王先生竟眼面哭泣 伤心不已 对于未来 她表示 看不到一丝希望 她直言 妻子女儿 不懂她心底的痛苦和挣扎 我女儿跟我关系不好 她从中也随着破株流的 怎么老说是女儿不给你不好 是你给你女儿不好 不论丈夫怎么出口伤人 王女士都不离不弃 听到女儿对父爱的渴望 我希望我爸能把我的过去放下 作为父亲 同样都是他的孩子 我也不是要来的 我也不是撇来的 面对女婿的养老承诺 王先生冰封了五年的心门 能否打开 他对妻子和女儿的怨恨 能被抚平吗 敬请期待 明天的金牌调节 明晚时点 调节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